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讲的是美国移民局对于L1A和EB1C申请的新动向 那么大家知道L1A是跨国公司经理的工作签证 EB1C对应的是跨国公司经理的绿卡 每年有很多人通过这个方式取得美国绿卡 这个属于职业移民的一种 因为是第一优闲EB1 EB1C英文叫Multinational Company Executive跨国公司的经理 过去传统上申请这类绿卡的印度人比较多 印度申请人和中国申请人一样数量比较多 所以他们要办第一优闲EB1类别的职业移民才能够避免排期 所以有这个动力 另一方面来自中国的申请人过去传统上办EB5投资移民的比较多 中国申请人有钱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出钱解决一切问题就可以了 有的人因为不想在美国经商 觉得说不确定等等 所以过去中国人办L1和EB1C的申请人人数 只有印度人的一个领头 反过来印度人办EB5投资移民的数量只有中国人的一个领头 那么这个反映大家不同的策略 那么过去几年大家知道EB5投资移民有漫长的排期 很多不确定性 现在移民局算是推出所谓新政理论上说有可以不用排期的EB5 但是我们此前也讲过到现在移民局还没有批准任何一个具体的项目 所以所谓免排期的项目都还只是自说自话 自己认为可以免排期 另外大家知道通过EB5拿到的绿卡是条件绿卡 两年以后还要办I829申请去除条件 这个也很难 我们遇到过有一些人I829被拒项目出了问题 或者I829好久没有批 那么进退两难像这样联系我们 所以总体来说从等待时间等等方面来说 办L1和EB1C比EB5投资移民有优势 EB5投资移民这个钱一般来说如果不是直投 那你需要放在区域中心 是吧 好多时候自己没有控制 如果是直投 那你要创造10个就业机会 那就更不如办L1和EB1C了 L1跨国公司经理的签证 以及EB1C这类的绿卡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比如说我在中国有一个公司 我是公司的拥有者 或者我是公司的经理 但是公司支持我办理这类L1或者EB1C的申请 那像这样呢原则上就可以 那当然公司不能只有你一个人 那公司在中国呢 比如说可以有十来个人 越多越好 然后呢有相应的收入的证据 这种营业额 不一定要有利润 然后呢这个公司可以在美国诟病或者说自己开设一个子公司 当然理论上你诟病一个公司呢会快一点 但是这中间呢经常也有一些纠纷 因为公司转让卖给你的人啊 他和你的这个利益 想法啊这个行事方式不一定一样 我们看到呢经常也有人因为这个原因出现纠纷 最后申请哪怕已经交上去 也扳托儿费没有走到最后 前卡两空啊受到一些损失 相对来说呢如果自己在美国开设子公司会更方便一点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律所最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以及在美国攻略网站刊登的文章 有我们律所呢最近位来自中国的像这样的经理 他不是公司的拥有者但是公司支持他办L1签证 那么这个公司呢在美国的波士顿开设了一个子公司 那么一开始呢可以是一个空壳只有一个人就行 你只要有一个商业计划书就可以 可以在今后一年里逐步来落实 那么L1呢要求在美国啊要雇佣比如说五六位员工啊 这个是在L1批准以后的一年内啊你陆续的雇期 或者你当然你也可以并购一个这样的美国公司 然后这个公司呢需要有相当数量的营业额 比如说100万美元以上 但是呢因为不要求有利润 所以呢营业额也不见得那么难取得 那当然你这个雇人嘛需要付给他们工资有其他的支出 但是那你可以选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会产生rivening 那大家知道呢现在新的1比5投资移民呢 一般也要求要80万美元数额以上 所以呢相比之下你有这个资金啊 如果说用来办L1和EB1C呢 那么应该有更多的优势 我们此前也讲过L1和EB1C的对比啊 和这个1比5的对比啊 已经好几年以前了啊 如果那个时候开始办呢 那么现在可能已经拿到了这种跨国公司经理的绿塔 而如果办1比5投资移民呢 现在排7排1157还只排到7年前的时间 那么这个题目讲的是移民局的新动向啊 言归正传 讲到呢移民局有什么样的新动向呢 有一些利好L1和EB1C申请的消息 其中之一呢是L1签证 比如说我办了向移民局申请批准了 不管我身在美国境内还是境外 如果在境外呢我可以向美国使领馆办签证入境 然后我的配偶和孩子呢 可以拿家属的L2签证 同时入境美国 那么孩子呢用L2签证 可以就读美国的公立中小学 不需要学费 配偶呢可以工作 那么配偶一直呢就可以工作 但是此前呢需要单独申请 这一个叫EAD工作许可 那么现在呢这个新证呢 就是说你可以不用EAD 只要有L2身份 就可以直接工作 所以这样呢就有很多便利 对吧 那这个配偶呢它可以在你L1开设的公司工作 当然也可以自己创业工作 或者为别的公司工作 对于L2这个配偶来说 又增加了很多选择很多灵活性 另外一个利好消息呢是关于EB1C 那过去呢EB1C申请呢不能用加速审理 Premium Process 从今年开始移民局陆续开始开放了EB1C的加速审理 什么意思呢你多交一些钱给美国政府 那么你这个申请呢可以在45天内取得审理 而不限得要等半年多一年很长时间 这样呢你这个申请的流程就又加快了 对吧因为你这个EB1C I140申请呢是关键布置 只要这一步批了 后面呢就是一些文术工作 像体检啊背景调查啊等等 正常情况下应该都可以得到批准 那所以现在呢如果你在美国开设或者诟病了一个子公司 符合条件啊那么提交EB1C的申请 可以选用加速审理很快就可以知道结果 这样呢也大大增加了吸引力减少了不确定性 所以总体来说呢我们律所啊为来自中国的有服务业啊 也有其他的比如房地产啊还有电子类啊等等 这些行业的申请人啊这个取得了L1L1延期的批准 另外呢我们也有EB1C的申请人 我们帮助他们取得了I485的批准 已经拿到了绿卡啊那总体来说呢 如果你是自己或者有亲友啊是在中国呢担任这样的经理职位啊 那么就有可能能够办理跨国公司经理的这样的这个绿卡申请 像我们上一个视频讲到的绿卡是首都不是目的对吧 那么你如果是跨国公司经理嘛在美国呢创业啊这个经商 那么总体来说呢美国的经商环境还是比较友好的 这个呢对于个人事业发展也有更多的好处 而不是坐吃山空吧 这个你到美国呢还可以有更多的进一步的事业的发展 好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美国移民局 对于L1和EB1C跨国公司经理签证和绿卡呢 最近的心动向一些利好的消息啊 那有更多的问题有这方面的想法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给大家 pewno给大家分架 然后我们喜欢着这方面节目的 我们小心你们现在不要为什么不急啊 感谢观看